前川普外交顧問會見以色列高官 共碟的結局被滅口,壯狼暴斃 中共若果攻台這兩家公司將癱瘓一設備 耶倫夫與美歐聯手應對中國個性產能 應對中共威脅,日本深化對台跨黨派外交 澳副總理訪所羅門群島抗中共影響力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張欣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22日 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20日川普政府中的三名前美國外交政策官員 罕見在以色列會見以色列官員 與此同時,五國大樓最高階軍官 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 突然批評以色列對加沙的戰爭策略 警示只打不守,恐怕導致哈馬斯一再捲土重來 知情人士告訴路透社,這個代表團成員 包括川普政府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以及前駐阿聯酋大使拉科爾塔 前駐瑞士大使默克馬倫 他們除了會見內塔利亞湖之外 還會見了以色列反對黨領袖拉皮特 和其他幾位以色列官員 此行的一個主要目的 是深化了解以色列複雜的政治局勢 內塔利亞湖的聯盟正面臨內部分歧 很多以色列人指責他 未能阻止哈馬斯去年10月7日的襲擊 他們都是川普的非正式顧問 川普很可能會收到一份會議寄要 川普偶然會批評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動 並指責內塔利亞湖未能阻止10月7日的襲擊 川普任來 美國將其大使館從特拉維夫簽至耶路撒冷 這是美國保守派政治家長期以來的目標 這個決定令以色列人感到高興 確激怒了巴勒斯坦人 德州大學歷史學教授蘇里說 在地緣政治動盪時期 前高級官員訪問外國官員並不常見 這類會議被認為極為敏感 因為美國政府通常希望與外國同行只有一個接觸點 消息人士說該代表團純粹是進行事實調查和建立關係 無以參與政策討論 拜登政府最初雖然決定支持以色列 但本月,拜登暫停向以色列運送數千枚炸彈 以回應以色列對拉法的襲擊 川普指責拜登拋棄了美國的傳統盟友 此外,據Politico報導 布朗罕見斥責以色列軍隊 強調將哈馬斯趕出一個地方就撤軍 難以實現長久穩定 反而是讓出地盤供哈馬斯再起勞造 破壞加沙地區的人道援助努力 他說,軍隊不僅要進攻和消滅任何敵隊勢力 還要守住領土並且維持當地穩定 以色列去年10月7日遭遇哈馬斯襲擊後幾個星期 對加沙北部展開地面行動 經過幾個星期的激烈交戰 以色列宣稱,羅夏北部地區就撤出幾乎所有士兵 只留下少數部隊 此後,哈馬斯重返加沙北部 迫使以軍二次進攻,來奪回相同地區 也令國際質疑,以哈戰爭究竟會持續多久 甚至戰時內閣殲滅哈馬斯的目標是否可以實現 21日,伊朗諾雷斯坦省情報局長被暗殺 疑似是以色列摩薩德再次出擊 此時,合逢伊朗舉行其總統萊希葬禮之際 當日聯合國還降旗,向被稱為德克蘭屠夫的萊希致敬 據悉,萊希曾經監督了包括婦女和青少年在內的 數千名平民的大規模處決 以色列大使埃爾丹在聯合國會場上提醒大家 聯合國居然要哀悼這樣一個屠夫 而在伊朗的卡拉基斯 伊朗人民又一次燒毀了伊朗獨裁者哈梅內伊的廣告牌 另外,伊朗官方證實,萊希和同航七人乘坐的直升機 在阿塞拜疆邊境附近墜毀 為什麼這次萊希非要去阿塞拜疆不可呢? X帳號LT世界認為 第一,領袖哈梅內伊是阿塞拜疆人 萊希指望接班 二,去年初,兩國見拔佬將,很不容易緩和 三,以色列摩薩德在國外最大基地在阿塞拜疆 四,阿米尼亞和阿塞拜疆衝突中 伊朗和土耳其分別支援交戰雙方 等等因素決定了萊希不得不去阿塞拜疆 21日英國警方說 被控向香港情報機構提供協助的馬修特里克特 被發現死在一處公園內 一名民眾發現 37歲的特里克特 19日被發現死在倫敦以西加梅登克特的一個公園裡 當局已經啟動調查 13日,三名男子在倫敦法庭被指控 向香港情報機構提供協助 特里克特就是其中的一個 但隨後三人獲得保釋 當日英國警方起訴這三名男子 違反國家安全法 向香港情報機構提供協助 當日出庭應訊的 除了特里克特之外 其中一名被告是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 行政經理余松彪 和38歲的韋志良 韋志良是倫敦希斯路機場的邊防人員 特里克特曾經是英國海軍陸戰隊員 他是移民執法人員 同時也是私家偵探 三人按照2023年港版國安法被控 犯有協助外國情報機關和境外干預罪 彭博社5月21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如果中共入侵台灣,艾斯摩爾和台積電 有辦法癱瘓世界上最先進的晶片製造機器 外界一直擔心,萬一中共對台動武 台灣最先進的晶片製造行業 將如何自保是一個重要問題 不過,業內人士說,這種萬一如果發生 世界最大的晶片製造商台積電 和世界最大的晶片製造設備生產商 荷蘭的艾斯摩爾公司 將有辦法遠程癱瘓晶片製造設備 避免它落入中共的手中 報導表示,知情人士還說 美國政府官員私下 向荷蘭和台灣業內人士表達過這種擔憂 兩名知情人士表示,荷蘭方面進行了模擬測試 艾斯摩爾公司向荷蘭政府保證 他們有遠程癱瘓晶片製造機器的能力 艾斯摩爾公司製造的極紫外鋼赫機 被認為是世界上目前唯一能製造最先進晶片的設備 這種鋼赫機可以製造出具有人工智能 以及高端均用的應用晶片 因為中共無法獲得EUV鋼赫機 所以在高端晶片製造方面 遠遠落後於西方 EUV鋼赫機的體積相當於一輪公交車 它需要定期維護更新 每台售價超過2億歐元 據消息人士的說法 這個遠程關閉功能相當於緊急開關 與一般開關不同的是 它可以跳過一般開關所遵守的關閉程序 直接將機械關閉 從而保護機械不被非法使用 由於美中競爭日趨激烈 美國為了防止EUV鋼赫機落入中共手中 而動員西方國家強化對中共的先進技術 和產品的出口管控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欽博士 去年9月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曾暗示 入侵台灣的人會發現 台積電製造晶片的機械都會出現故障 劉德欽表示,沒有人可以通過武力控制台積電 如果發生軍事入侵,台積電工廠將無法運營 對於台積電和艾斯摩爾在中共入侵台灣時 將有辦法遠程癱瘓晶片製造設備的報導 有X平台推主評論說 中共就是有可能臨時佔領台灣部分地區 台積電的設備對共匪來說,也會成為一灘廢鐵 21日,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敦促歐盟和美國 通過統一的戰略方式 對中國的產業政策作出回應 保護大西洋兩岸製造商的生存 拉美國家正在緊隨美國和歐洲的腳步 對來自中國的鋼鐵產品加徵關稅 路透社引用耶倫的話說,如果我們不以統一的戰略方式作出回應 我們雙方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國家的企業的生存 都會面臨風險 德國總理瑟爾遲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法國總統馬克龍 在4月曾向北京發出過警告說 中國提供的大量製造業補貼 可能會加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 但是,歐盟在如何對待中國廉價商品問題上 與美國存在分歧? 倫敦《金融時報》說 歐盟向中國出口的商品所佔份額更大 歐盟試圖通過調查和報告 來解決大量廉價的中國太陽能電磁板、 風力渦輪機和電動汽車湧入歐洲的問題 馮德萊恩已經表示,歐盟不會與美國一起徵收關稅 來採取與華盛頓的一男子關稅不同的做法 我們需要一起進行貿易,但是,我們要的是公平和規則 卓爾遲則表示,從中國進口的電動車中 至少有50%是西方品牌 但最近幾個星期,墨西哥、智利和巴西 提高了對中國鋼鐵產品的進口關稅 有些國家甚至將關稅提高了一倍多 預計哥倫比亞也將緊隨其後 據拉丁美洲鋼鐵協會的數據 中國廉價鋼材的湧入正在威脅拉美鋼鐵生產商的利益 並危及140萬個就業崗位 巴西即將引入關稅配額制度 以阻止對進口合金的掠奪性定價 巴西政府出台的這一舉措 是為阻止中共當局向巴西傾銷鋼鐵產品 而在哥倫比亞 中國鋼材以50%的折扣價出售 哥倫比亞鋼鐵製造商 已經要求政府提高進口關稅 中國合金的湧入不僅危及當地就業 而且已經完全取代了從巴西和墨西哥的進口 在直至4月份的一年中 百分之92的鋼絲進口來自中俄 巴西電子工業協會 Eberlin 的執行總裁 漢貝托巴巴托表示 在巴西提高關稅不足以阻止傾銷 因為巴西是鋼鐵的主要消費國 相反 政府應該優先採購本地含量高的鋼鐵產品 20日,由31名國會議員組成的日本跨黨派議員代表團 在台北出席了台灣新任總統賴清德的就職典禮 當日,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幹事長茂木敏聰公開表示 希望進一步深化對台關係 茂木敏聰是自民黨內第三號人物 他當日在日本國會舉行的會議上表示 台灣是一個重要的合作夥伴和不可替代的朋友 雙方共享自由、民主和法治等基本價值觀 他強調,我們希望進一步深化日台關係 據日經亞洲的報導 為了共同對抗中共日益增長的軍事威脅 日本政界正深化對台灣的跨黨派外交 不僅與台灣的執政黨 還與台灣在野黨積極開展外交活動 因為日本與台灣沒有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 所以議會外交就格外重要 日本自民黨外交部會 台灣政策檢討項目小組內部的一些聲音認為 和明顯親共的台灣國民黨的對話也有為重要 因為從長遠來看,對中共威脅達成角色 將有助於為政策制定創造一個比較一致的環境 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樂 15日在東京的自民黨總部 會見了來訪的國民黨籍台北市長 蔣介石的曾孫蔣萬安 雙方表示希望通過擴大日台都時間的交流 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 另外,自民黨青年局局長寧木桂子率領的議員代表團 在今年4月底訪問了台灣 會見了台灣第二大在野黨民眾黨主席安文哲 希望和在台灣年輕人的支持下 迅速崛起的民眾黨構建聯繫 在17日,美國駐日大使伊文柳兒 訪問了日本最西端島嶼、沖繩縣和那國島 台灣與那國島之間相距僅111公里 這是美國大使首次對當地進行的正式訪問 這次訪問被認為是對中共加大軍事壓力的一種威懾 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白欣斯曾公開表示 習近平以指示軍隊在2027年前做好武力犯台的準備 美國、日本和台灣越來越有必要深化防務 和經濟領域的合作,加強威懾力 21日,澳大利亞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馬爾斯 訪問了所羅門群島,承諾支持該群島國家 這表明澳大利亞正努力增加外交接觸 對抗中共在南太平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本月早前,馬來來當選為所羅門群島新總理 根據所羅門群島官方聲明,馬來來對馬爾斯說 《澳大利亞仍是所羅門群島的首選合作夥伴 我想討論建立更大規模雙邊合作關係的可能性 以加快轉型進程,幫助所羅門群島更快的實現經濟 社會和安全目標》 馬爾斯表示,奧特利亞希望成為所羅門群島的首選 安全合作夥伴,並努力爭取這一權利 因此,奧特利亞迅速拜訪了所羅門群島 奧特利亞已經承諾提供5,000萬澳元用於邊境管理 繼續在基礎設施發展、安全、衛生、教育、貿易、邊境管理 選舉和司法改革,以及勞動力、流動等領域支持所羅門群島 這次高層訪問正值對南太平洋影響力的競爭加劇之際 去年7月,所羅門群島成為第一個 和中共簽署重要警務協議的太平洋島國 這個引發了包括奧特利亞、新西蘭和美國在內的 傳統合作夥伴的警惕 他們對中共在該地區的海洋野心感到擔憂 所羅門群島位於奧特利亞東北方1,600公里處 地理位置優越,澳洲是所羅門群島最大的援助國 4月,澳洲為所羅門群島全國大選提供了警務支持 馬爾斯表示,所羅門群島是至關重要的關係 其新政府上任後也為建立新的夥伴關係提供了良機 這次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 請,請使,您請多指定 指定,您未實感到主要順利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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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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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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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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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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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